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希望赵国庆那牛去喜欢一个 自己不认识不知道底细的姑娘吗 这是我女朋友夏若兰 这是宋老板宋思源 好你个赵国庆呀 你对象来了 我就从思源变成宋老板了 夏姑娘你可得管管赵国庆 太会骗人了 她就是这大咧咧的性子 又不会说话 有什么不到之处 宋老板你多包含一点 回头罚她给我们做顿好吃的 走 我们去那边说说话 夏若兰和宋思源不知道说了什么 出来的时候 宋思源面色复杂地告诉赵国庆 新厂子 你投资三十万 占六成股份吧 我占四成 你看可以吗 要是可以 以后就按照这个约定来 我比若兰大一岁 以后就喊她妹子 真是羡慕你呀有福气 从哪里找来到我这个妹子 下午的时候 赵国庆带着夏若兰 去了医院看望刘玉清 刘玉清在看到夏若兰的那一瞬间 一下子哭到了她的怀里 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止不住地流下来 公替你一下吧 不能这样熬了 我带有钱 足够你用了 人还是要善待自己 不能钻牛脚尖 要往好处想 我母虽然变成这样 但是性命保住了 这已经是万幸了 在我茫然四顾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就想起你一直都是那么聪明镇定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难住你 在朝阳大队的时候 我可以没心没肺的 只会想着每天有什么好吃的 哪会像前阵子 整夜整夜的噩梦睡不着 我担心睡梦中就被通知我母亲不在了 那种绝望恐惧和无助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不会的 你以后会一直很幸福 比咱们在朝阳大队过得还好 相信我 对了 你什么时候去鹏城大学报到 到时候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不用 到时候你送我上火车就好 我没事的 在医院这么久 我也学会了坚强 嗯 你省着 钱是赚来的 不是省下来的 一定要善待自己 我给你带点钱 你先拿着用 留着防身 一个姑娘家手里不能没钱 啊 若兰 谢谢你 母亲的命是保住了 但是后续肯定离不开吃药疗养 父亲的收入虽然不错 但是要供我上大学 说不定还得给人照顾母亲 这开销恐怕不会小 不管是赵国庆还是夏若兰 对我都太好了 夏若兰帮刘玉清请了个女护工 和租了个房子后 就和赵国庆离开了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希望赵国庆那牛去喜欢一个 自己不认识不知道底细的姑娘吗 有若兰在 她以后的日子肯定顺风顺水 我高兴我很开心 这是最好的结局 一声尖叫 原来是陈芙蓉肚子里的孩子出事了 血算是止住了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估计是你乱吃东西导致的吧 你现在胎胃不稳 有流产的迹象 暂时要住院两天 后续要观察 如果还会出现出血的情况 你心里要有准备 那就是这个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都五个多月了 按说胎胃已经很稳了 我也没有乱吃东西 怎么还有流产的迹象 我这最近也没干什么重活累活 难道是跟孩子他爹上回 没忍住两人米西米西有关系 无数种的猜测 在陈芙蓉脑子里转了个圈 他都没想到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也不知道这一胎能不能搞得住 这可千万不能出事 那位可就全指望着这胎 给他生个儿子 要不然 自己想以后光明正大的跟着他 那几乎是不可能了 还有那赵秋菊 就是驴子拉屎外面光 嘴巴说得好听 给他涨了工资 一样靠不住 陈芙蓉一会为肚子里 摊位不稳担心 一会为赵秋菊 靠不住担心 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 根本就睡不着 第二天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看到陈芙蓉那满脸苍白 又露出黑眼圈的模样 直摇头 说是大人状态不好 会影响他 说不定这台保不住 医生这话 说得陈芙蓉眼前一黑 又晕过去了 此时宋思源 已经一两天没出门了 这对于他来说 是破天荒的事情 他的哥哥有些不放心 特意来探望 怎么了 遇到烦心事了 工厂的事情吗 这不像你的性格 有什么事情和哥哥说一说 能在心底是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 我好像喜欢上一个男人了 我又想嫁给他的念头 是哪个臭小子 前世修来了的福气 能让我妹子看上他 明天让他来见我 我帮你好好的把把关 我的妹子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娶的 哥 他不在江城 他不一定愿意见你 至少不一定愿意 用妹夫的身份 什么意思 还敢不乐意 那小子是谁 还敢这么普世抬举 回头大哥替你出口气 让那小子吃点苦头 顺便帮你长长眼 可不是什么歪瓜裂枣 就能娶我家妹子的 哥 别闹 我喜欢上一个男人 但是这个男人有女朋友 而且他看样子 很喜欢他那女朋友 我 我咋该咋办 宋思源第一次 有种慌乱和无助感 他真的想哭 此时只能把自己眼前的处境 和哥哥一五一时的说了一遍 他那个女朋友 家境肯定不俗 而且说话谈吐气质一看 就是那种大户人家 只是和赵国庆见面一天 就能拿出几十万 大哥 你想一下 我 我肯定是没戏了 宋思源说到伤心处 眼睛红了 一下子把头扭到一边 不想让大哥看到自己的脚 哭啥 妈走的时候你都那么坚强 这回哭啥 还犹豫豫的拿像我的妹子 你忘记了我家什么习惯 争 凡事都要去争 不管是父亲还是我们 都是那种不服输 愿意去争的性格 你要是喜欢就去争取 就算是结婚了 现在不是还可以离婚吗 没结婚 估计最多定亲 那个姑娘下半年 还要在江城独大一 你怎么越婚越回去了 小时候都知道跟我抢东西 跟堂姐堂哥抢东西 这会怎么变怂了 喜欢上什么都不敢下手了 没结婚 那叫公平竞争 我就不信天底下 还有比我妹子更好的姑娘 别说没结婚 就是结婚了 只要你喜欢 一样抢过来 对 就这样搞 对 没结婚 公平竞争 抢东西 我还没怕过谁 大哥 我听你的 你帮我分析一下 该怎么抢才能不让人讨厌 又能成功 宋思源一下子来了精神 一扫开始的无精打采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 伤讨起来